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 我们简单学到了 变量的一个作用域 接着这节课来学一点小内容 就是我们函数的传值和传引用 因为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当你传参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传值 之前我们都是传的是一个值 接着再来看一下 传值和传引用的一个区别 首先传值在函数体内 对变量做更改 不影响这个变量本身 而传引用的 我们在函数体内 做变量做了更改 会影响这个变量本身 来看一个例子 你就会很明确 来一个function7 顺便一个函数 functiontest 写成一个$i 接着$i等于一个123 再echo一下$i 或者我们的不echo都可以 现在你就简单的定义了 这样一个函数 需要传一个参数 传进来$i之后 我们接到变量 再把它对象重新复值 现在你来调用一下test 你可以直接写上一个1 那接着我们再来 这时候你看不到任何效果 是直接把这个值传进去了 你可以在这块来 输出一下$i 那此时$i应该是123 你看到123 那现在我以第二种形式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值 放到这个参数中 也可以写上一个$m 等一个2 接着调一下test$i 这时候你看到还是一个123 没问题 但是我再来输出一下m 你来试验一下 echo一下$m 那此时m是123 还是2 对是2 因为传值在函数体内 对这个变量做的操作 不影响这个变量本身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什么叫传引用 传引用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定义函数的时候 来取得这个变量的地址 或者叫做引用 test1 通过谁呢 通过这个and的符号 $i 接着再写一个$i 等一个0 或者等一个123 那此时你再看一下 当我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写成一个$n $n等于1 接着我调用一次 相当于把这个变量传过去了 但是你看到前面有一个取地址符 代表的是取这个变量的地址 那接着在这个函数体内 你对这个变量又做更改之后 会影响这个变量本身 你echo一个$n 这时候你会看到 n不是原来的1了 而是123 这也是传值和传引用的一个区别 可能有的同学也发现了 在之前看函数的时候 可能在手册中 你看到 像我们的书组的指针函数 我给你写上一个 current 这个还好 next 向下移动一下指针 操纵的是这个变量本身 current也是 你看next 在这看这个参数前面 是不是有一个取地址符 对吧 取得的是这个变量的地址 当你将这个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真正的也是将这个变量受了影响 那可能你通过next的函数 在函数体内 不管你做了什么操作 是将指针向下移动了一位 而数组中这个指针 真正的也跟着向下动了一下 这是取地址 这个and的方法的作用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str to lower 你看到这个参数前面 是不是就没有取地址符 对吧 你只是返回小写之后的字符串 但是呢 对原来这个字符串 根本没有影响 这也是取地址和传值的一个区别 好 那有了它们之后呢 我们再简单的 你可以这样来做一下 当你有取地址符的时候 你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直接把一个值放进来 你说写成一个传个2 当你这样写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错误 致命错误 看到only variables can be passed by reference 只有变量才能当做引用被传递 直接写值是不可以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在之前呢 在5.4之前 我们想传递值也可以 可以在这个传餐的时候 加一个取地址也行 但是到5.4之后呢 你就直接使用在定义函数的时候 在前面来一个and符号 代表取得这个变量的地址 这一点要搞清楚 好 这是传值和传引用的一个区别 那接下来呢 再学一点小内容 再学习一下 我们的特殊形式的函数 那首先特殊形式函数中 有哪些种呢 第一个变量函数 第二个回调函数 第三个地归函数 第四个匿名函数 那第五个呢 是可变参数形式的一个函数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变量函数 那什么是变量函数呢 就是将函数名称 复制给变量 那调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变量名称 加上小括号的形式 来进行调用 那简单的举个例子 其实呢 就是丙着一个原则 等量代换的原则就可以 首先定一个 $FUNC 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MD5 那这是不是我们系统 函数的一个名称啊 对吧 当我想调用它的时候呢 我只用写上一个 $FUNC NAME 加上一个 括号 如果需要传参的话 在这里写上参数就行 $ADME 那现在你看到 和直接来写 Echo一个MD5的$ADME 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等量代换的过程 删心 你看到 返回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变量函数 将函数名称 复制给变量 那调用的时候呢 当PARP已经碰到这种形式 首先先去找一下 是否有这样的函数 如果有的话 它就会按照函数的形式来调用 如果没有这个函数的话 它就会报这样一个致命错误 调用了一个未定义的函数 不行你改一下 51 这时候就报这个致命错误了 没有这个MD51的函数 好 那这是使用我们的系统函数 同样的自定义函数也可以 你再定义一个function Test3 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 简单的写一下 那现在呢 我想调用Test3的时候 我可以写上一个function name 等于一个Test3 接着在调用的时候 还是function name 没有参数就不用穿 在函数体内你是echo的 所以说直接会输出到浏览器上 this is a test 3 this is a test 这就是我们的变量函数 比较简单 等量代换的原则 好 那这节课主要讲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传值和传引用 它们的区别呢 有可能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会遇到这样的面试题 所以说这一点需要搞清楚 第二呢 又讲到我们特殊函数形式中的第一种 变量函数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大家�送 occurrence 那些课叫rets